而我們最興奮的就是我們在我自己的生意上的影響力是大了很多 好像我們後日和大後日舉行的一個講座 其實就已經是坐牧虛設的 馬來西亞 對 馬來西亞的講座 當然也要多謝這個特區政府 他無惡不作基本上有血性的人 或者有少許能力的人都非就不可 如果有人還在質疑 懷疑馬來西亞為哪裏 我只能這樣跟他說 跟我團 又或者 如果你連香港都可以留得 你覺得有和平盛世的地方會比香港差嗎 我真的不覺得有 當你見到那些權貴精英 或者上流階層 有些演藝人員含假慘出來唱這個國歌快閃 你還不想要快閃 只是這麼簡單的事而已 你需要質疑什麼呢 另外關於我6月13日 今晚我就會錄一個Jingle 我們會出廣告 那個大馬郵 我真的猜不到 反正是熱烈到這樣的 因為畢竟是大馬而已 馬來西亞 OK 是6日午夜 我們收7千多元 我們沒有錢賺是我們的事 但是外面去5日4日日本 很多都是6、7千元而已 我們北京只是大馬 我就猜不到反應是如斯越烈 當然 如果細心看我們的行程 這次真的沒得頂 只是馬六甲 再見馬六甲劇場 幾個水 然後那天去芒果園 天空之鏡 這些地方真的不能錯過 而今團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不肯定 我不會開空投資票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帶你們去看一個 我未公布過在KL的英式別墅 之前我們是Jano Duda 我自己買的 大家有些朋友也看過 這個英式別墅 5千尺 全部是有獨立的泳池 每一間都 樓底地下那一層 18呎高 18呎高 即是大堂 很誇張 最重要就是進去那條車路 比利欣奧的士尼漂亮 是馬來西亞其中一個最高級的屋苑和地區 我就要看看有沒有時間 大家不要打算去買樓 其實我這個團 是很希望大家 因為很多朋友就打碰我買了什麼 其實很多朋友就更加信任我 就不用看就買 其實我是很不喜歡 我希望大家先看完 究竟你了解馬來西亞是這個地方 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預期什麼 如果你們預期 就像在香港那樣 買完一層樓 一個月一年就升屌 30% 50% 100% 我跟你說 不要去買馬來西亞樓 是不會有這樣的東西的 OK 但是這次純粹去觀光遊玩 包括去吃的東西 其實我是想了幾天幾夜 就是將我在這兩三年 在馬來西亞所有發掘形式的東西 將它combine在一起 是一個出色到不得了的團 我預計這個團 將很可能 看現在的報名情況 是會刷新我們的出傳人數 因為我真的猜不到 反應是熱烈的那麼重要 7000多元 那我又要這麼說 多謝林鄭月娥 有些朋友說 我不去買樓 我沒有錢搞MH 那我是不是不能去的 不能去的 你看完 有些事情我們節目說不清楚 你看完就明白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 看完就明白 說馬來西亞的朋友 我不同意 我亦都無意 去踩避馬來西亞的朋友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基本上是香港人 如果你擔心過去 你是會找不到吃的話 這句話是跟我說的 是建國保羅說的 就是你不要當香港人 你會否發達 沒有人的保證 但是賺吃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大家去看完特別是小孩子的朋友 我很建議他們去踩避馬來西亞 因為好像我兒子 在馬來西亞讀書 整個都不同了 本來我想說雲迪克 因為這個故事 都是挺振奮人心的 昨天雲迪克被人過了 第一次面對這些頂級的球員 亦都沒辦法 雲迪克亦都是PFA 即是超級聯賽的最佳球員 是球員互選 是球員互選 作為一個業界 被業界人認同 當然是比你那些球迷 球評界認同 韓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被選為最佳球員 大家要知道 他的成長坑坑未必 大家是這麼理解 其實好像他這樣的出身 是有一百種一千種放棄足球 成為一個業餘球員的理由 但他沒有這麼做 當然他不會期待 他有一天會成為 第一屆登陸英超 幫你密譜 去衝擊聯賽 以及衝擊歐聯 還拿到PFA最佳球員 沒有想過 今天他的成績 的確是 我覺得是實至名歸 在去年的表現 明天再說 關於雲迪克的故事 如果大家想聽他的故事 聽好聽一點 今晚不要去搜尋他的故事 至於今晚 阿仙奴 對華盛夏 主場作下 今晚是否主場 即是無論如何 我作為一個阿仙奴的 戴客粉絲 我看到藍絲 最近狀態也很穩定地輸 是的 我也說我已經去到一個什麼情況 是去到為對手打氣 球場 長七三球 我是去到為對手打氣 因為看得到我鼓氣 就是獅子撲到 這些事情 今天不說了 明天再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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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仙奴是主場的 我也是會投阿仙奴 信任一票 多謝你 買了 買了一個球膽 2比0 好 OK 2比0 明天再做完 拜拜 拜拜